一直关注调查沙特记者卡舒吉,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失踪,案的土耳其政府终于公布一个铁证,证明卡舒吉无可争议是被残忍是谋杀害的,什么都误杀,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掩饰借口。 土耳其方面公布的监控显示,暗杀小组专门安排了一名体型和外貌接近卡舒吉的替身,在卡舒吉死后穿上他的衣服,离开领事馆,假装卡舒吉还活着,甚至还在伊斯坦布尔市里挂了一圈,如此精心设计,试问这有可能是临时激情杀人吗? 事实上,沙特方面的说法,联想互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听不下去了,声称对利亚德的解释不满意,因为土耳其一再公布的证据,都可以说明沙特方面的解释是多么可笑。 其实,事件发酵到今天,几乎所有人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甚至许多人的关注点早已变成沙特拙劣的危机公关,还要怎么演下去? 说到底,沙特方面,最大的主腦无疑是穆罕默德王储了,他怎么也没想到,他似乎已经变成全世界的敌人,他只不过是精心设计,用了一个接近牵衣无缝的手段,干掉了,老是抨击他第一件人事而已啊。 经营暗杀小组,又不,直接,销毁尸体,提升,感尽利落,连好莱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,然而,沙特方面忽视的一点是,虽然领事管理论上是沙特国土,但毕竟是在土耳其,一个靠不住的外国。 换言之,假设土耳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公布监控画面等证据,世人怎么会了解如此虚谋已久的一场暗杀呢? 小王储这是老道且心狠手辣,但是不是忘了跟土耳其打好招呼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